大提来关心年底的选战 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了 首都之战 民进党以陈时中 林佳龙的呼声为最高 传出英系药角 已经着手筹组陈时中的竞选团队 而林佳龙同样也是动作频频 今天首度表态 六都当中只有在准备台北市 先前也说过不会回国选台中 林佳龙要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积极表态 不是等别人争招 所以如果就六都来讲 只有台北我有在准备 但是不是非我不可 终于松口了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首度表态对参选首都市长准备中 进来活动频频 参加论坛讨论意后的发展 对北市展现强烈的企图心 台北目前我想在评估当中 还没有进入到具体的对象 至于说大家交换意见 那是属于非正式的场合 但也别忘了可能的竞争对手 陈时中传出竞选团队 巧巧成行 新境界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洪耀福 前国策顾问黄成国 三月开始为陈时中筹组竞选团队 曾经是蔡总统文胆的文化总会秘书长 林锦昌也加入团队运作 因夕要脚替陈时中参选铺路 现在不谈这个选举的事情 谢谢 林家龙正在台北 但先前抗拒党内期盼参选的新北 政国会台中市议员又利品何欣纯 争取台中市长 被批示一人卡三都 让总统很头痛 不会争取 就是再次回国参选台中市长 所以没有卡任何一都的问题 林家龙的动作也被认为 摆明是在卡蔡奇昌 跟王毅川和新纯一样表态 说我就是想要为台中市民服务 如果不是说别人征召我 从台中到台北人选没定案 党内判息之争越演越烈 记者小米秀生台北报道